- Hold up, I am on my way, I'm in motion. Let's go to the ocean. - Hi,大家好,我是JuJu. - Sean. -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什麼呢? - 五萬特輯的年末QA。 - 年末QA。 - 我們今天終於要來做五萬特輯的年末QA。 - 謝謝大家。 - 真的沒有想到這一年當中就是我們竟然有辦法可以破五萬。 - 其實那個時候三萬QA的時候我有點開玩笑說 - 如果破五萬的話我們年底就要回台灣啊什麼之類的。 - 結果莫非是吸引立法則還有你們的支持。 - 我們真的現在就是年末的時候十二月有機會又回到台灣一趟。 - 然後拍五萬QA給大家。 - 今天一年真的過很快。 - 對,但是我實在很興奮。 - 因為五萬QA五萬。 - 感覺怎麼樣? - 從三萬到現在正教的速度很快嗎? - 其實我們的頻道一直都是屬於那種慢慢小本經營,慢慢慢慢的那種感覺。 - 從恢復拍影片應該差不多一年吧。 -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開心就是可能有一些譬如說透過小吳的關係啊。 - 還有就是我們自己也是真的很認真相助提。 - 所以可能也是慢慢有一些就是新朋友的加入。 - 還有一些我們老朋友的支持。 - 所以我們終於達到五萬了。 - 真心的感謝。 - 那竟然這是一個慶祝特輯酒的喝吧。 - 這個不是完全香檳的。 - 這是桂花凍頂烏龍茶。 - 氣泡的茶。 - 喔,不是真正的酒。 - 對,好高級我第一次看到。 - 恭喜。 - 耶! - 喔,太貴了喔。 - 喔,Sorry。 - 謝謝大家。 - 謝謝。 - 喔,這個好神奇喔。 - 我第一次在台灣喝到這個是氣泡茶。 - 這是什麼? - 這個呢就是配合這個氣泡茶搭配的點心。 - 哇,太讚。 - 你是不是有偷吃一個? - 喔,好。 - 喔,好。 - 喔,好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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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讚。 - 好的,那我們立刻就要來進行今天年末QA的主題了。 - 其實在拍之前呢熊就問我說我們離三萬QA其實時間有點近。 - 大家會有那麼多想問我們的問題嗎? - 結果我昨天就是快速的徵求大家的就是一些比如說有什麼疑問啊,對我們的好奇啊,或是有什麼一些想問的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 結果不知不覺竟然花了這麼多問題耶。 - 然後呢因為就是問的問題就是有點多。 - 所以呢我就想說因為我們就比較隨性,我就不分類了,我就直接按照上面的問題。 - 然後有多少回到我們今天熊說太多了,留給下一次好不好。 - 因為真的蠻多的,我們就時間有限,我們就不分類了,直接回問題這樣子。 - 很感謝關心我們。 - 好,首先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問我們說, - 啾啾跟熊這次回來會跟小吳合體嗎? - 很喜歡看我們一起。 - Yes! - 我們這次回來當然是有合體囉,然後也有拍我覺得很好笑的影片。 - 大家到時候一定要去小吳的頻道看。 - 非常的精彩。 - 對我們有剛剛合體。 - OK,下一個問題。 - 請問熊豬豬會不會考慮搬到日本或是回台灣? - 也是考慮過搬到日本。 - 對。 - 但是,終點是語言的問題。 - 我們又不是日本人,然後去日本也不知道要幹嘛。 - 我們又不是靠Youtube生活的人。 - 對。 - 因為主要就是,的確這會冒險一點。 -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是日本人嘛。 - 一個是韓國人,一個是台灣人。 - 雖然我們覺得日本的生活很fancy,然後我們很喜歡。 -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看我們能不能認真工作啦。 - 以後退休考慮。 -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去日本發展跟回台灣的話, - 我其實會想要回台灣。 - 因為所有的親朋好都在台灣嘛。 - 所以如果這兩個硬要選日本跟台灣的話, - 我們還是會想要回台灣這樣子。 - 有計劃要回台灣嗎? - 有計劃,但是我們還沒準備好了。 - 對。 - 可能在幾年吧,因為可能 - 可能熊的工作要做一些交接啊。 - 或是什麼之類的。 - 就是等我們要想清楚如果在台灣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 可能開餐廳。 - 亂講的,那好累。 - 想一下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啊。 - 因為畢竟就是, - 但是我要把一個韓國人帶到台灣。 - 那可能我就要對他負責很多嘛。 - 是不是。 - 所以這個東西得衝藏記憶。 - 但是是有計劃的。 - 這個部分真的得考慮清楚。 - 對。 - 得考慮因素很多。 - 那再來就是問說,我們兩個感情的問題。 - 為什麼當初決定要結婚。 - 歐巴你當初什麼決定要結婚。 - 我之前跟你們說過吧。 - 就是真的很透明的人。 - 個性的人。 - 對我很正式。 - 很沒有說謊的人。 - 他太敏銳了。 - 我隨便講一個,說小謊的部分給你們聽好了。 - 就比如說他出差,然後我就是要吃泡麵還什麼之類的。 - 然後我光是可能不小心把一些殘渣可能想說倒在馬桶裡面沖掉之類的。 - 他就是發現有那個泡麵的餅乾的碎屑。 - 然後他就當天就看到之後就說。 - 欸?你是不是今天吃的就是泡麵。 - 無法對他說謊啊。 - 他太敏銳了。 - 還是實施是我太笨。 - 還好啦。 - 這個說謊不算。 - 真的很嚴重的說謊。 - 沒事啦。 - OK。 - 下一個問題就問說。 - 想問Juju結束空服員的工作後, - 對於接下來不同領域的工作如何去適應。 - 其實我認真的第一份工作是空姐的工作嘛。 - 那我覺得他的工作性質很特別。 - 就是當然我們的空服員的生活它的一些規範很嚴格。 - 可是憑良心說就是比如說應對進退上面就是。 - 你今天跟一組的主人飛完之後, - 下一次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遇得到嘛。 - 但是我後來離開空服員的工作之後呢。 - 我後續的工作是在一般的職場的上班族。 - 我說真的我那時候一開始超級不適應的。 - 一直在想說我要回台灣。 - 我不要在這邊。 - 然後什麼的。 - 因為你每天喜歡或不喜歡面對都是同一群人嘛。 - 所以我一開始適應上很有困難。 - 然後你說後來是怎麼適應它呢。 - 是因為就習慣啦。 - 我覺得人就是會有慣性。 - 就習慣之後好像覺得沒有不行。 - 然後又慢慢的喜歡那種就是。 - 朝九晚六的那種固定的生活。 - 就覺得也蠻好玩的啦。 - 所以有一個陣痛期。 - 就是會覺得啊好煩喔。 - 就又要看到同一群人什麼之類的。 - 可是其實它有一個穩定的好處。 - 就是跟空服員不太一樣。 - 空服員就是你知道有時候是早班。 - 有時候是半夜上班什麼的。 - 我覺得那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 會不會想有最後一趟會。 - 但是你說回去空服員這工作嗎? - 不會。 - 因為這工作真的很辛苦。 - 大家在機上遇到空服員要對他們好一點。 - 他們壓力很大。 - 看出來很fancy。 - 大家真的很認真。 - 然後在飛機上的工作其實很重這樣子。 - 所以大家對所有不只空服員。 - 絕對服務業的寶寶們大家都是要尊重啊。 - 然後對大家好一點什麼的。 - 然後有一個下一個問題呢。 - 也是講到關於我的工作的。 - 有人問說欸。 - 以為就是Juju是全職的YouTuber。 - 很好奇Juju的本業是什麼。 - 就是我自己的工作。 - 我來韓國之後呢。 - 我就是有在一個韓國的小的bomping的品牌。 - 就是當行銷企劃這樣子。 - 但是就是做得很不怎麼樣。 - 欸喂。 - 我的老闆算他減薪了或什麼的。 - 我上面有一個部長。 - 然後在上面有一個大老闆。 - 那我的部長其實算蠻挺我的啦。 - 他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幫我爭取很多東西。 - 因為我原本可能就是婚後就有點像離職了。 - 但是後來就是用一個不同的方式。 - 就是跟公司合作。 - 那我目前呢是有點像硬要形容的話。 - 很像打工的感覺。 - 就是可能我每天中午之前會有一段時間。 - 我必須處理公司的事情。 - 然後下午的時間就是我可能就做我自己的事情這樣子。 - 欸剛好就是下一個也是問工作相關。 - 請問漂亮的Juju平常怎麼分配做本業和經營YouTube跟IG的時間。 - 欸這個就是跟剛剛有講的。 - 就是我做我自己正職的工作。 - 就是一到五的早上。 - Instagram就是我自己主要是我自己經營嘛。 - 所以我只要剛好有開團的工作。 - 或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廣告的工作。 - 我就是隨時有空我就會做。 - 那如果是YouTube的部分的話呢。 - 我是跟熊一起。 - 那現在目前就是要配合熊的上班時間。 -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周末去拍影片。 - 然後其他的話就真的很辛苦。 - 就變成他比較辛苦啦。 - 因為你們一定都不知道。 - 就是我們整個頻道的拍攝啊。 - 百分之九十。 - 就是我們熊他是負責就是拍攝、剪輯。 - 跟剪片、剪輯、編輯。 - 都是他。 - 水瓶座。 - 所以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有時候會有一點點緊張。 - 是因為熊他都是用他下班的時間去做你們每個禮拜看到的這些編輯。 - 然後我其實只有負責上那個中文字幕的部分。 - 但是整個影片百分之九十的部分都是熊在弄。 - 就是用他的業餘的時間在弄。 - 他還要扣掉他運動的時間喔。 - 真的是很平。 - 他很長就是影片拍完一到五上班嘛。 - 然後下班的時間可能就是吃完飯去運動。 - 運動完然後可能已經晚上十點多十一點。 - 他才開始編輯,編輯到。 - 運動兩個小時。 - 對。 - 運動兩個小時之後回到家可能十一點十一點十一點又開始編輯影片。 - 就是這樣的方式。 - 完全是AI一樣吧。 - 對。 - 自媒體它的彈性度很高。 - 可是我覺得分配時間上面也是有一點點難。 - 其實要做的事情蠻雜的啦。 - 可能我們的勞動粉絲都會發現了吧。 - 因為最近的影片比一開始的影片效果越來越少。 - 對。 - 就是特效的部分越來越少。 - 真的很累。 - 以前熊會用比較多一些, - 譬如說各種各種綜藝的效果什麼的, - 現在就比較少。 - 但我覺得也OK啦。 - 簡單的風格也可以。 - 再來就是講到就是關於感情的部分。 - 她就問說,請問就是異國婚姻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 我覺得沒有啦。 - 就是我們感情的問題吧。 - 不是我們國際的問題。 - 如果一定要選的話,兩三年一次, - 要重訓辦一次簽證。 - 認真來講就是感情話草草囊囊是大家每一對情侶都會嘛。 - 這跟國際沒有關係。 - 那異國戀比較辛苦的是, - 我沒有去考韓國的那種國籍, - 也沒有去考它的永住權。 - 所以我的簽證呢是結婚簽。 - 那就會變成每兩年每三年要特別去延簽這樣子。 -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 順便也有人問到我的韓文程度。 - 我的韓文程度就是大概現在的狀況就是, - 譬如說熊現在基本的口說, - 就他跟我講話講韓文我是都聽得懂的。 - 可是我的聽力好, - 但是我的對答是沒有那麼溜。 - 然後有時候我就會比較依賴他。 - 當然我自己出門出去吃飯買東西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 可是如果他在的話我就會全部都交給他。 - 然後我們日常買東西什麼的也都是交給他。 - 其實我也是啊, - 有時候來台灣的時候完全我靠他。 -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的, - 就是在台灣他就靠我嘛。 - 那如果在韓國他就會比較多照顧我一點。 - 最不能適應的韓國文化或是生活習慣。 - 就是早餐店啊。 - 這個講一千兩百次了。 - 我覺得韓國就是什麼都好。 - 但是我身為台灣人我最花了很長一段時間適應的就是早餐的文化。 - 我就是一個非常熱衷吃早餐的人。 - 就算早餐時間過我也會拿早餐當午餐吃的人。 - 我就是很喜歡吃那些蛋餅蘿蔔糕。 - 然後拉韓國其實我也很適應吃韓國的料理。 - 可是因為他們就是沒有早餐啊。 - 他們早餐如果硬要吃的話可能就是飯捲。 - 如果我們在家自己弄的話, - 它就會弄比如說辣炒年糕。 - 它辣炒年糕可以當早餐吃。 - 或者是他可能就會弄什麼泡菜湯。 - 然後也是很好吃。 - 但是我就會覺得早餐吃那個不會很油嗎? - 但是他反而會覺得說, - 你早餐吃蛋餅不是才更油嗎? - 就是這種的文化差異。 - 全部都是麵粉嗎? - 對,但是台灣人就很愛吃麵粉啊。 - 這就是有一點點文化不一樣的地方。 - 我的感覺是我覺得一大早吃泡菜湯也是有一點負擔。 - 但是他就覺得不會啊這是飯,這很健康。 - 對,就是這樣子的文化差異。 - 所以如果說你說我最不適應韓國什麼就是沒有早餐的文化。 - イザク嗎? - 啊,イザクトース。 - 對,那個是最接近早餐的東西。 - 可是我覺得那個跟我們台灣的早餐還是有很大的不一樣。 - 所以我其實沒有吃過幾次。 - 欸,Juju是桃園人嗎? - 就是第一次就是好像離Juju很近。 - Yes,我是土生土長的桃園人。 - 我就是常年在中正夜市上面走跳的人。 - 我們現在在哪裡? - 但我們現在人在台北。 - 我們偶爾也是要來台北一下。 - 有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 請問。 - 緊張囉。 - 我們跟熊媽和好了嗎? - 雖和好了,但是沒有以前那麼親近的關係。 - 畢竟都是家人嘛,所以還是都會有互動關心。 - 可是呢,不得不說這件事情可能在長輩的心中會有一點點疙瘩。 - 所以我們現在相處起來沒有像那一趟的旅行之前這麼的沒負擔。 - 就是會有一點點距離感。 - 就是可能媽媽還是有一點點自尊心或者是什麼。 - 我們還是他自己也在調整當中。 - 當然我們還是都是保持關心啊什麼的。 -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就是越來越好之類的。 - 慢慢來吧。 - 慢慢來。 - 如果說跟你吵架的話,意見不一樣我們會怎麼解決? - 我覺得我們家通常好像都是以我的意見為主。 - 因為你太感性的人。 - 因為老婆就是永遠是對的。 - 各位男性同胞,老婆就是永遠是對的。 - 沒有啦,看狀況就基本上很多一般的所事都是他決定。 - 可是一些比如說大事或什麼之類的,就會是我決定。 - 如果不一樣的話我們就會溝通。 - 如果有一些東西是關於比如說他比較care的,比如說關於運動啊。 - 或者是飲食的部分,我們意見不一樣。 - 他會稍微強硬一點,因為他的立場會覺得就是他就是為了我好嘛。 - 比如說吃東西,我如果連續那個禮拜已經吃過炸雞跟吃過披薩。 - 然後我又說我要再吃一個什麼熱量很高的隨便,就是義大利麵。 - 他就會或者說你這禮拜不會太過分嗎? - 大概我們的吵架會是這種比較簡單的有點點。 - 就是說關於健康的部分。 - 對對對,他會覺得這對身體負擔太大。 - 或者是說就是我跟他講說好,我這禮拜好好運動。 - 結果沒去沒去,然後他就會這種的意見不一樣。 - 他就覺得說你就每天稍微沒有叫你要多認真。 - 但是你就是稍微去跑步機上面走一下什麼的。 - 他還是始終希望我運動習慣可以維持。 - 外國人在國外生活也真的很困難的。 - 如果他是在韓國身體不舒服,很不健康的話。 - 當然台灣爸媽媽也是很擔心。 - 等於幫我爸媽監督我啦,就是要保持健康。 - 今年六月的時候,不是減肥然後拍健身照嗎? - 對。 - 然後再胖回去了。 - 很可惜。 - 超可惜了,都無風,都特別過來一起合照了。 - 反正他就是會比較注重就是我的健康跟就是運動相關的東西。 - 那除了這部分之外,通常都是以我的意見為主。 - 因為意見不一樣就是溝通。 - 那他如果覺得他比較有道理,他就會比較強硬一點。 - 那如果我覺得我比較有道理,就我會比較強一點。 - 就大概是這樣。 - 然後怎麼和好? - 一、二、三。 - 對不起。 - 對不起。 - 對不起。 - 一、二、三。 - 對不起。 - 一、二、三。 - 我愛你。 - 大概就這樣和好。 - 大概就這樣和好。 - 曾經跟熊吵架吵到想要離婚嗎? - 他沒有想要離婚,我想要離婚。 - 就是也是因為運動的關係。 - 喔這真的是講了其實我覺得你們應該也會挺兇。 - 但是反正我們前一陣子,今年六月的時候不是跟小吳有一個那個一百天, - 就是增肌減脂的那個企劃嗎? - 那其實像小吳的個性跟我的個性,我們都是母羊座,所以比較偏隨意。 - 其實我們兩個都覺得失敗就失敗。 - 可是他就是會認真講說,既然答應了我們就要盡力的做到。 - 因為我就是會有一點點,三天運動了,兩天又開始在面試,我想要吃點什麼東西。 - 他就會很不開心。 -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幾次進行了那種,他因為不讓我吃東西,然後我就大吵的那種。 -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結婚幹嘛? - 為什麼留意要一直管我吃什麼東西。 - 但後來呢,他自己減肥成功之後,自己看了自己的身體。 - 我真的變瘦了,我身體很漂亮。就是這樣。 - 我覺得就是說,不管是什麼身材,我其實都是愛我自己的嘛。 - 當然那時候很有成就感啦。 - 但是回台灣這幾天,我不得不說應該胖了差不多的吧。 - 好啦,沒有五也有,三吧。 - 前面是六嗎? - 我說五啦。 - 喔喔。 - 情女出國吵架迅速和好的秘密。 - 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就是要稍微的直接吵架吵完。 - 因為如果你沒有快速的吵完的話,兩邊都有疙瘩,後續去旅行會很不自然。 - 我們兩個就是前期天去台南就有類似的問題,就是他因為什麼東西不開心。 - 那我感覺他的不開心,我們就需要即刻的,我就跟朋友講說,欸,等我們可能五分鐘我們要溝通一下。 - 就當下把一些,當然那時候大家彼此態度不好,可是得先把癥結講出來。 - 你在不開心什麼,我在不開心什麼。 - 然後快速的講完。 - 要不然你之後就會變成一直冷戰,跟心裡面一直會一直有疙瘩嗎? - 然後都不開心,沒有辦法真心的繼續後面的旅行,我會覺得很可惜。 - 所以如果說在旅行的時候遇到吵架,我覺得都是先溝通出來會比較好。 - 不管是跟家人是跟朋友都是先,欸,我們先討論一下。 - 對,因為這樣才可以繼續嘛,要不然彼此不開心,這個旅行會變得很沒有意義這樣子。 - 唉,旅行的時候吵架真的浪費時間。 - 吵架基本上就是有點浪費時間。 - 是一種溝通,可是已經是浪費時間。 - 所以在旅行上面就會特別的浪費。 - 然後有人問說,我們在2024年有什麼新的目標嗎? - 我不敢說,我擁有你們我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 啊,2024年的目標我希望我們就是不放棄啦。 - 因為就是我其實不是完全的全職YouTuber,所以有時候我就是會有一點點想說,啊,不知道拍什麼,那不然就不要拍吧。 - 然後或者是他有時候編輯老師就是意見不合,他也是覺得,那不然你也不要做,你這麼不認真表演。 - 就很常會這樣。 - 所以我覺得我們2024年的目標呢,就是可以在除了拍出好的主題之外,然後可以持續的更新。 -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就是我也可以幫忙可能負擔多一點點,然後搞不好有機會可以一個禮拜多上一支片啊。 - 或是一個月多兩支片什麼的。 - 對,2024年的目標。 - 誰知道呢,有一天可能我中樂透我就會早點搬回桃園,台灣。 - 我就會定居桃園。 - 因為我們真的很認真做編輯了。 - 麻煩大家多多關注我們,我們就需要你們的灌溉。 - 我們是小樹苗。 - 然後我看到一個我很生氣,有一個我們的粉絲說,我們兩個是怎麼認識的。 - 你給我立刻回去看三萬Q&A喔。 - 我講得很仔細喔。 - 你還沒看嗎? - 為什麼還沒看? - 看三萬Q&A。 - 三萬Q&A回答過囉。 - 最後一個問題啦,在韓國我會想家嗎? - 因為現在就是視訊很發達什麼的,所以想家的比例又比較低。 - 然後因為現在可能也已經解封了,所以其實我蠻多我的好朋友們偶爾也會來。 - 所以現在想家的感覺比較沒有以前那麼誇張。 - 然後想但是會想啊,因為有時候你感覺可能有點委屈。 - 你知道跟他吵架什麼時候就會覺得想媽媽什麼的。 - 但是普遍來說就是在我就是努力在異地茁壯。 - 但是我現在因為已經有一個新的目標,我的目標是可能我之後幾年內我會搬回台灣。 - 所以我的心情上面比較沒有那麼憂愁善感嘛。 - 也有一些人是跟我們講話說,欸恭喜我們五萬Q&A,希望我們繼續拍好的影片。 - 然後也有人說他們想要make聖誕節的wish,希望可以早點交到男朋友。 - 寧缺勿爛好不好,找男朋友找女朋友都要,欸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可以放輕鬆。 - 可是如果是找老公或找老婆,你們就是要一加一有大於二,再來考慮結婚。 - 因為我覺得結婚真的有時候不只兩個人的事情,兩邊家人的事情。 - 所以anyway就是寧缺勿爛。 - 真的很重要。 - 真的很重要。 - 欸真的問題很細很多欸。 - 我會稍微把它截圖起來,可能maybe我們會有一個年初Q&A。 - 12月年末就一月,欸年初。 - 10萬多時候。 - 不行啦,八萬我就要跟大家見面了啦。 - 我就是很喜歡回答問題嘛。 - 我們中簡末末,一個小小的miniQ&A吧。 - 對啦,就是隨時有問題,如果我們開Q&A,大家有想問的我還是會回答。 - 那今天就是回答了幾個,就是我完全沒整理的很即時的問題給大家。 - 然後就是再次感謝大家就是2023年對我們的支持。 - 雖然我們是慢慢慢慢的就是增加追蹤或什麼的。 - 但是真的很感謝大家有注意到我們。 - 然後就是可能會就是留言給我們什麼的。 - 其實有時候我訊息回很慢,因為有點忙。 - 但是我都是看著就喔,謝謝他們有一些想法或什麼的。 - 然後所以呢,anyway,我們再跟敬一下大家。 - 謝謝。 - 謝謝今年關注我們熊橘橘的大家。 - 我愛你們。 - 然後祝福大家就是2024年都會想要男朋友想要女朋友都能找到好的另一半。 - 然後想要賺錢的都發大財,然後每個人都身體健康好不好。 - 祝福大家。 - 祝福大家。 - 禮物禮物。 - 啊對對對,因為我們這一集呢就是年末QA嘛。 - 然後我們相片的時間應該是在聖誕節的隔一天。 - 所以我們就準備幾個小禮物想要送給大家。 - 那因為就是已經一年的最後了嘛。 - 我們希望大家就是可能在下面可以多多留言啊。 - 請大家就是留言一句,就是想對我們說的話。 - 不管是什麼時候認識我們的啊。 - 或者是說JUJU我想看你們拍什麼主題啊。 - 然後或者是就是anyway就是想跟我們講一句話都可以。 - 再請大家多多留言。 - 然後我們到時候會抽獎可能幾個小禮物送給大家。 - 就是這個東西。 - 一點點小心意送給大家。 -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 然後對,今天這一次真的是要多多留言好不好。 - 然後喜歡我們的拜託訂閱我們。 - 然後記得我們每個禮拜三晚上六點會上片。 - 那記得大家要再回來我們的頻道做做。 - 真的感謝大家的支持。 - 我們2024年再見啦。 - 大家掰掰。 - 掰掰。 - 2024年再見。 - 嗚呼。